拿出義賣的暖暖小物在鏡頭前大放的秀出來 這六名台中常安科技大學傳播藝術系的女學生 就是這次We Can Market的假日市集的總策劃 特別的是這不但是他們的畢業製作同時也是個工藝平台 因為他們要把當天義賣所得捐給世界和平會來幫助授機兒童 其實我們注意到有一些小朋友他們可能因為家庭的關係或是隔代教養 或是家裡經濟比較不好所以就是沒有錢買早餐 對 然後就是我們想要借助這個活動然後募集這些有愛心的攤位 然後跟我們一起做愛心就是可以把今天的錢幫助到真正可以幫助到就是授機兒童這樣子 我們會把這些捐來的錢送給台中市有一些申請國小還有國中的學生 他們早餐沒有吃然後就會捐贈作為愛心早餐 為了這個市集他們從去年暑假開始策劃 不僅號召30多個攤位加入工藝行列 還募集了一些物資咬了衣麥 像是這些暖暖小物因為可愛討喜所以相當受到民眾歡迎 覺得可以幫助小朋友就順便來了 就順便來玩來台中玩然後順便來這邊 很可愛啊 我們衣麥商品是透過比賽我們有舉辦一個暖暖小物的比賽 那是得獎者第一名的作品 那我們就把它做出來然後當作衣麥商品 那我們還有這個環保袋是我們特地去國小 請小朋友幫我們畫的他最喜歡吃的早餐幫我們畫上去 那小朋友的話他今天早上吃的是三明治任育飯糰 所以我們想說小朋友既然沒辦法出錢 那他可以出一份心力幫我們把他最喜歡的早餐畫在上面 那我們就是把這個賣出去等於說他們也盡了一份心力 如果現在我想上一把AP 我真的很想說你回老家 這個假日市集2324兩天在台中文化創意園區來舉辦 除了文創商品義賣外還有樂團相挺表演 希望號召更多民眾用實際行動來支持他們 記者裡講台中藏到